尖 sensation 今天在int today的彩蛋嘉賓請來了兩位歌手 張子豐一位陳志韻 Hello 請我們來做什麼呢 就是請張子豐今天來模仿色魔 因為陳志韻就學了MMA 即是什麼呢 MMA就是一個自由搏擊的東西 我呢 Physicians 自由搏擊 是張加匡擊自然的 那你用來做什麼呢 我覺得是有少少防狼的意識 例如你今天做一個色狼 如果在街上看到一個這樣的色狼 你怎樣去制服它 或者怎樣可以... 今天就教大家怎樣制服一個色狼 好 那你要做一個色狼的位置 做回自己就可以了 好 我現在就逼你了 喂 等等 他真的來的 他真的來的 但是色狼你不會突然這樣 是這樣的嘛 對 你可以做一些色狼會做的事嗎 我 色狼會... 你什麼事 這裡是70年代的色狼 對 色狼一號 你快點打我吧 我不用了 我不用了 色狼 嘩 他也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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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已經鎖著你 已經動不到了 對嗎 完全動不到了 跪下來 跪下來 很厲害 很厲害 糟了 可以了 他的手已經斷了 其實我覺得有什麼原理 就是好像一個槓桿原理 就是人的手是這樣的 你只要向後咬 他再用力的話 他就會斷了 所以他一定會投降你 但其實剛才他是沒有用力 如果他用力的話 其實你已經沒有力去咬到他的手 如果我再用力的話 我越用力的話可能會越好 因為他有很多問題 因為我是鎖著他一個位 如果他用力的話 他只會緊張 對 我知道你會更多的鎖人的技巧 為什麼 你示範一下 示範一下 示範一下 他示範一個鎖小朋友的技巧 因為他要跪下來 如果有小朋友走過來 想飛你 對 小朋友想飛你 要這麼矮才可以 但他會不會投降 剛才試過很大鎖 這個真的很大鎖 小朋友是否可以留學 嘩 怎麼會偷了你 是不是會紅了 已經 已經說不出話了 雖然不是說很大力 不是 不是 蝙蝠不是很大 但其實他已經是很偷了 剛才是真的偷了 但是什麼情況你才會遇到一個這麼矮的人 不是 其實是 應該是說你當時他做了什麼動作 然後你鎖完他之後 就盡量讓他在地上 然後你就可以做這個動作 讓他投降 好 今天真的學了很多東西 真的謝謝 首先謝謝我們飾演色龍 很可憐 他真的很可憐 他不斷被人打 唉 你要請他吃飯 不要哭 好啦 今天謝謝各位 大家好 我是陳詩恩 Yunice 是2015年樂壇的新日 我第一首歌 感情戲已經出了街 希望大家多聽 我剛剛做了一圈圈的訪問 希望大家留意 我會唱《烈女》